大家好,我是軒神 今天會教大家怎樣用QMK Toolbox 去remap自己的鍵盤 首先第一步可以去Description 下載我們的程式 就是QMK Toolbox 這個程式主要是把你鍵盤的firmware flash入你用的鍵盤裏面 另外我會建議大家 去裝一個switch hitter的程式 這個程式主要的目的 就是用來測試自己的鍵盤 究竟有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軟件只是支援Windows 如果你是用Mac機 你可能要用另外一些測試 去測試自己的鍵盤 裝完這兩個程式之後 大家就可以去QMK Configurator的網站 去remap自己的鍵盤 第一步大家可以在這個位置 選擇自己的鍵盤 我現在就會用DZ60 去做一個例子 選擇完之後 你會發現下面有一個鍵盤的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讓你去remap自己的鍵盤 例如我不想Q這個位置變成Q 我想把它變成A 我只要按一下 再按A 它就會變成A 那詳細的 詳細的測試 我不會在這段影片中說 但大家有兩點要留意 第一點就是Layer 大家會看到現在Keymap旁邊 還有一個Layer的東西 當你的鍵盤去按M01這個鍵盤的時候 它就會進入Layer1 那不同的Layer 你可以用來放一些不同的功能鍵 這些鍵盤我都不會詳細講的 在這段影片中 但是有一點大家要注意 就是這個reset 正正就是我要大家記住的另外一點 這個reset鍵 就是令到你的鍵盤去入reset mode 那怎樣去加這個鍵盤呢 大家會看到這個quantum 有這個reset這個鍵 那譬如我現在不想的delete在這個位置 我想的delete變成reset 就按一下 再按這個reset鍵 就可以令到它變成reset 那剛剛這個M01在哪裡找呢 都是在這個位置 那譬如我要把旁邊這個鍵 變成mo 那這個0大家可以改成你想用的Layer 譬如現在Layer1 那我這個mapping 就有兩個鍵去Layer1 那當我現在呢 remap完自己的鍵盤 之後呢 就可以去右上角這裡去compile自己的鍵盤了 那compile完呢 大家就可以在這個位置下載firmware 然後呢 就關掉croom 去開回qmk toolbox出來 那開了qmk toolbox之後呢 第一步呢 就是要locate剛剛你下載的file 那怎樣locate呢 你就會看到這裡open 那又開回你剛剛下載的file 然後呢 就把你的鍵盤插進去你的電腦裡面 那插了呢 如果你直接按flash呢 你會發覺呢 你會發覺呢 是flash不到的 它會告訴你 no device presence 那因為呢 你的鍵盤還沒進這個flash mode 那怎樣進flash mode呢 那大家呢 就要檢查自己的鍵盤 有沒有這個 Default的reset key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它可能是有一個實體鍵 好像DZ60那樣 你會看到在這張圖上有這個鍵 那只要呢 你按了這個鍵之後呢 那你就會看到呢 一個叫DFU device connected 然後呢 後面有一個ATMega32U4的 那這樣東西呢 你就要留意回啦 連了之後呢 這個ATMega32U4呢 要對回MCU這個位的 現在呢 是ATMega32U4啦 我這裡也是ATMega32U4 如果你發覺呢 這兩個不對呢 你就要選擇自己相應的那個 這個option 去做回 這樣 那現在呢 你就可以直接按flash呢 就可以將你的firmware 拆進去你自己的鍵盤裡面了 那flash完之後呢 大家就可以開回 你用開的鍵盤Tester 去測試自己的鍵盤 究竟有沒有問題的 如果有問題呢 你就可能要重複上面說的步驟 去remap自己的鍵盤 再flash進去自己的鍵盤裡面 那整個流程呢 大致上就是這樣啦 如果有問題呢 歡迎在留言問我 這條影片呢 就到此為止啦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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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